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班服快闪行程Day2 我们今天要去参观Camila Haven El Pocus 我一开始误以为是念Haven 朋友说羊驼可还都活得好好的呢 真是发音发的好就是避风港 发音发的差立马上天堂 看旅游Vlog还可以兼学英文单字 是不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一举两得啊 回归正题,因为我们跟Camila Haven El Pocus 约到的时间是10点半 所以我们早上计划先到Davidson Archer 搭果园的农场小火车 参观果树还有其他农作物 学习一些关于种植跟果园运作的知识 但没想到小火车要10点以后才有得搭 那我们就只能先逛逛农场 把小火车改到最后一天回Richmond时再来参加 Davidson Archer有很美丽的乡村景色 而且游乐区有很多给小朋友玩的设施 像滑梯啊,轮胎做的鞦韆 各种拖拉机,木马,跳床,沙坑,像叫鸭子比赛等等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你可以花25分去买一些饲料喂可爱的绵羊跟山羊 我们在农场的商店买了些新鲜的水果及无添加的纯苹果汁 价格不是特别便宜,但十分新鲜跟美味 果园附近有一个养风场 叫蜜蜂星球Plany B 开车只要一分钟不去白不去 建议一起顺道游哦 这是一个有趣的小地方 可以看到蜜蜂辛勤的工作 飞进飞出 本来店里有十几种蜂蜜的试吃的 但受疫情影响 今年只剩下蜂蜜酒试喝的活动了 因为我们赶着赴羊驼农场的预约 在这里没有停留很久 很快的买了些蜂蜜产品 就出发去Camelha Haven Alpacas 看我心心念念的羊驼了 我们预定的是Alpacas Tour 羊驼之旅 这个行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当我亲眼见证 一大群羊驼从山坡上 这样奔腾而过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震撼 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 你一定要亲自来感受一下 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女主人Jeline很热情地跟我们分享 关于羊驼的知识并解答问题 她说了太多了 很多可能我以前没接触过的内容 所以我瞬间就有种用不足的英文词汇量 再上生物课的感觉 大概听懂了七八成 但有些细节还是鸭子听雷 傻傻分不清 所以回家之后 我在Google大神的帮助下才霍兰开朗 大家常说的草泥马也就是羊驼 那它到底是马是羊还是骆驼呢 原来羊驼是属于骆驼科的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羊驼 是生活在南美洲的高原上 其他国家的羊驼 大部分都是引进之后繁殖的 根据羊驼的长相 跟一些鲜明的特征 主要会分为以下四种 但是因为圆驼跟小羊驼 主要是野外生长的 所以在羊驼农场 我们看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羊驼跟落马 怎么分辨它们呢 外形上我们注意到 Alpaca是脸圆圆的 配上直耳短的耳朵长得像羊 比较可爱 拉马的话就脸型较长 有点像马 耳朵长而弯像香蕉形 也是这四种羊驼中里 身高最高大的 所以它也被叫做大羊驼 性格上拉马比较勇敢独立 而Alpaca就害羞敏感 所以很多养羊驼的农场 会同时饲养拉马跟Alpaca 让拉马来帮着照顾跟看管Alpaca 如果你想对羊驼有更多了解 可以停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表格整理 羊驼之间有时候会霍吐口水啊 羊驼之间有时候会霍吐口水啊 就是因为它们要蒸这个食物或地盘嘛 但是一般来说羊驼是很温和的 也不会朝人吐口水的 所以说网上看到的羊驼朝人吐口水的 还有我们第二晚的落脚处 从Vernon开过去这家酒店 大约是4个小时17分钟 途中会经过优惑国家公园的两个著名景点 Natural Bridge天然桥 还有Emerald Lake北翠湖 这两个景点非常值得一看 令人赞叹的天然石桥是由踢马河 在经过数千年的努力 终于将石灰岩底部穿出一个大洞形成的 这条河流在1858年 著名的Pelliser远征中获得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 据说是远征队的医生James Hatter 试图扶起跌落在湍急河流中的马匹时 胸口被马重重的踢了一脚 因此这条河就得名踢马河 因为天然桥跟翡翠湖开车只要10分钟左右 所以我们就将这两个景点排在一起 抵达翡翠湖时已经晚上6点多了 好处嘛就没有什么人容易停车 缺点就是Cilantro Cafe跟独木舟的出租服务都已经结束了 所以只能欣赏美景拍拍照了 翡翠湖是14000年前由冰川雕琢而成的 冰川水融化了以后 从山里带来了白色黏土跟碳栓钙沉淀在湖床 阳光反射在湖床上的沉积物之后 形成这样鲜艳生动的蓝绿色 翡翠湖应其蓝绿色的湖水被松树林跟山峰环绕而闻名 被视为加拿大洛基山脉的宝石 Montaneer Lodge登山家旅馆是最近刚刚翻修过的 所以环境非常干净漂亮 缺点是没有电梯 如果能争取住在一楼会比较方便 那它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位置 离visitor center只要开车一分钟的距离 到路易斯湖开车6分钟 到孟莲湖开车18分钟 那从这个地方开到Jasper国家公园的Bow Lake跟Petal Lake 也是非常方便的30分钟就能到 如果你觉得我们分享的信息对你有用 请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以下是旅游tips分享 Davidson Orchard早上9点开到晚上6点 但是tour的部分平日是10点以后才有 周日的话则是10点半才开始 下午4点就结束 Planet B 蜜蜂星球 虽然今年因为疫情取消了蜂蜜的试吃 有点可惜 但是蜂蜜酒的试喝还是有的哦 羊驼农场 需要提前至少一天电邮去联系工作人员预约时间 确认好预约的时间后 通过官网网站搜寻tour 点选要参加的活动付费 确认付费成功之后才算完成预约哦 从 Vernon到 Lake Lewis 路上不想太累的话 可以选择以下三个城市作为中途休息点 Riverstock Keyang Heart Spring Golden 需要注意的是 Keyang Heart Spring是没有免费外借的厕所的 只有给店里的客人使用 Emeral Lake 因为疫情 Cilantro Cafe暂停营业 如果要去那边吃饭休息的话 建议提前打电话确认是否恢复营业哦 北翠湖的独木舟目前是开放的 但是它的独木舟租借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45 所有的独木舟都必须是5点45分前还回来 礼品店营业时间是到晚上6点 Montaneo Lodge 价位在170加币左右 疫情期间早餐是在点餐券上勾选要吃的品项跟数量 然后早上去餐厅拿外袋 我们的经验不是特别好 是因为它外袋没有完全按照我们勾选的这种种类跟数量给我们 如果它那天刚好没有我们勾选的那个种类 或者那个东西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给我们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给我们点赞并订阅 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